啦啦啦啦 花小龙还有妈妈 众所周知 花小龙唱歌很好听 就连点击她的皮肤页面 她也会哼上几句 我以为就是普通的唱歌 要不是小粉丝今天发消息给我说 让我帮她找一下花小龙的妈妈 我都不知道 她说花小龙从小就和她妈妈咋散了 唱歌其实是为了找她妈妈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解坏的 我一开始是准备拒绝的 最后她又说 我要是能找到 就让全聪的人给我点赞 那这个这个 唐她肯定不是为了全聪的点赞 我是为了找花小龙的妈妈才答应的 大家都知道花小龙的哥哥是陈锦衣 他们的介绍里都有一张故国 那个地方就是他们曾经生活的地方 故国消失的时候 他们就和家中的母亲走散了 花小龙从小最喜欢吃包子了 包子 和包子有关的人是 月无双 难道月无双是花小龙的妈妈 于是我就上网查了些资料 在官方的一些图里 我看见了拿着包子的月无双 还有花小龙 那这样的话 花小龙极大可能是月无双的女儿 但是我觉得这样下结论又有点太草率了 于是我想到了巴拉姐姐经常使用月无双 那如果这样的话 巴拉就是花小龙的妈妈吗 又因为知识妹一直用的是花小龙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巴拉就是知识妹的妈妈 criterled的ket 为了 柔员 mundo Messiah 愿